全球北半球现在处于高温的状态 但是高温的不是你想象的加州 也不是欧洲热辣 而是莫斯科 加拿大 这些都非常靠近基地地区的 从来没有冷气 甚至这些国家有些地方 从来没有电风扇 他们现在面临了将近摄氏 37到40度的高温 提到高温 你会联想到俄罗斯吗 通常此时俄罗斯的气温 平均在20亿摄氏度左右 但近日北极圈以北的维克·杨斯克 竟然超过了摄氏47度 根据俄罗斯水闻气象与环境界 监测局的监测数据 首都莫斯科在21至 站上了摄氏34.7度 上一次出现这样的高温 是在1901年的6月 而莫斯科的最高温 是在2010年的7月 当时曾出现摄氏38度 那一年俄罗斯西部多地 受到大规模的热浪和野火侵袭 第二大城圣比德堡也很热 一度到达摄氏34.7度 创下了199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专家表示 今年春天 当地温度比往年平均高出8度 甚至有研究报告指出 去年西伯利亚的高温现象 主要是由人为因素骤成的 同样的地球 上的第二寒冷国家加拿大 在英属哥伦比亚地区 6月27日达到了摄氏46.6度 创下193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笼罩着北美西北 太平洋沿岸的热盖 上个周末开始发威 在美加上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马蹄星阻塞高压 原本带来凉爽空气的噴射气流 被高压阻挡 无法进入降温 让影响的区域被盖住闷烧 近月来 美国的华盛顿州和奥勒冈州 与酷暑有关的死亡事件 已攀升至接近100例 相较于2017年至2019年 整个奥勒冈州通报12人 被热死的情况严重许多 而因中暑就诊的人数 也激增了数百人 而加拿大的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 至少报告了486例猝死事件 由于大多数的家庭 没有冷气设备 热量来袭难以招架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19年7月25日 那是巴黎最接近蒸笼地域的一天 设施42.6度 不但是1947年7月28日以来 巴黎史上第二次超过40度的门槛 同时也刷新了法国首都高温历史记录 与此同时 比利时 荷兰和德国等地 也都出现了40度以上的高温 这场极端气候的震撼教育 造成了1600多人热死 而在每家地区 44度摄氏度 跳进水里可能会好受一点 炙热的温度把电车缆线融化 高速公路的柏油路还因此干烈 必须暂时封闭 近十年的夏季高温不算特别 但自6月27日以来 1.5天 这是有史以来 美国西北最热的天气纪录 奥勒冈州华氏112度 西雅图华氏116度 最主要的事情是这种 非常稳定的风景 但这边说 灵略是真正的 我们温暖的温暖 尤其是夏季的温暖 所以这种温暖的 预浏的预浏 这种温暖的 这种温暖的 这种温暖的温暖 这种温暖的温暖 但在北断里的温暖 如今正当美国多地 正为重新开放感到开心 高温带来的干旱和野火灾难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 位于内华达州与亚利桑那州交界的米德湖 是美国最大的人造湖和水库 由著名的湖泊水坝拦截克罗拉多河之水而成 水库在大坝之后连延180余公里 使水约350亿立方公尺 如今米德湖处于近90年来的最低水位 只剩下37%的容量 干旱切断了水源并且为其大坝的拔点 克罗拉多河下游的亚利桑那 墨西哥和加州原本茂密的农田 深陷缺水困境之中 数据监测 美国西部各州有54%的土地 正在经历极端干旱 加州尤其严重 有85%的土地干涸 去年此时一连串难以交袭的野火 如同梦魇一般 让当地的居民心惊胆战 高温造成了森林野火 在南加州州际公路旁延烧 消防员通宵灭火 疲于奔命 而年初才因冰封暴大停电的德州 日前也因高温供电吃紧 多个发电机组意外跳电停机 德州可靠电力委员会发出了节电警示 要求2600万用户减少用电 预防电网再度崩溃 面临这样的灾难 美国总统拜登与西部各州州长 举行虚拟会议 讨论阴影对策 面对极端天气 不可否认的是 一些原本不习惯的事 现在也得面对了 纽约时报对高温做出的建议 除了努力控制 为于是气体排放 美国还需要采取艰难 且在价高昂的措施来适应 就包括重新设计城市 以承受酷暑 节约用水 和设计在极端天气下 不会出现故障电网 问题正一一在浮现 谢谢你收看今天 文签的世界周报 文签的世界财运周报 再一次祝福所有的人平安 一起感谢第一线 医护跟防疫人员 谢谢你们 文签的世界财运周报 文签的世界财运周报